我們好聊天 別怕 安全了 搜救人員用棉被包裹 緊緊的抱著 這一刻令人振奮 台南圍觀大樓倒塌現場 搜救人員在13樓 找到一名3歲女童 救難阿嬤描述當時情形 在上面搜 他們都跟他講話 他會答應 手還好 有棉被壓到 他有喝 裡面拿去給他喝的 另外上面沒有 拿什麼給他喝 救難人員表示 女童雖然被床頭櫃夾住左手 但幸運的是 因為她的手被棉被包著 所以沒有受傷 警銷破壞後救出她 女童也沒有哭 只是不斷喊著口渴要媽媽抱 救難人員也立刻把她抱得緊緊的 要她別怕 安全了 8點被壓到13樓 之前謠傳這位女童 是現場結之後才被救出 警銷澄清沒有這回事 女童除了隊友失溫外 意識清楚沒有外傷 已經被送往醫院治療 也希望這樣的好消息 能夠一再傳出 記者台南 綜合報導 提到 警察官大臺 政府的警察